近日在武夷山中段的江西马头山国家级在人保护区 工作人员整理红外视频资料的时候 在不同的5G红外相机点位上 发现了多段国家二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猎龄的珍贵影像 画面当中这头铁形上类似山羊 耳朵长而尖 颈部有银色马踪 全身密布黑毛 小腿及脚面呈绣红色的四部象动物 就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猎龄 据了解 中华猎龄已被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鹿列入异微物中